眼下巴黎奥运会女排小组赛正在进行中 在最近结束的两场比赛中 中国女排非常的争气 先是暴冷打败美国女排 紧接着又发挥出色 三比零横扫东道主法国女排 一两连胜提前拿到奥运会八强的门票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女排接下来的征程也相对轻松一些 我们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备战后续的淘汰赛 当然接下来中国女排还有一场小组赛要未完成 按照赛程的安排 中国女排在8月4号的晚上23点 将会对阵传统强队赛维亚女排 到时候CCTV5也会直播 各位球迷可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本身我们在奥运会开始前 是被分到了一个死亡小组 除了法国队之外 美国女排和赛尔维亚女排都非常强大 我们球迷包括业内人士 在赛前曾经做了一个猜测 认为中国女排很有可能 需要去争夺小组第三名最好的成绩 努力夺得一张八强的门票 我们根本没有敢设想 居然可以打败美国女排 所以当中国女排最终发挥出色 打败一众强敌之后 大家确实非常的开心 也看到了中国女排 接下来争夺奥运奖牌的希望 从实力来看 塞尔维亚女排 曾经是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和世界冠军 实力还是非常强大的 但近几年 她们的实力也和美国女排一样 出现了不同程度的下跌 目前已经不是争惯的大热门 再加上中国女排近来的状态非常出色 我们完全有希望拿下对手 再者说了 考虑到中国女排 目前已经拿到了淘汰赛的门票 我们也不需要有太大的压力 轻松上阵 说不定有超场发挥 到时候拿下这个对手 也同样有很大的希望和概率 所以接下来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不妨放手一搏 不要有太大的压力 不管是输是赢 对于我们后续的比赛 都没有太多的影响 当然考虑到 接下来我们还有淘汰赛的强敌 要去面对 所以这一场对战 塞维亚女排的比赛 对于中国女排来说 更大的意义 其实在于练兵 我们是否可以提前 在对战塞尔维亚女排的比赛 去磨练一下 年轻球员的阵容 去尝试一下 全新的战术阵型 为后面的淘汰赛 做好准备 其实这一点 是完全可以去关注一下的 一旦中国女排 开启全新阵型 那么像朱婷 王媛媛 龚翔宇 这一些七姐女 就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喘口气 她们可以替补 交替上场 让李盈盈和吴梦杰 这些00后的球员 上去多尝试一下 多打一下 对于球队的所有成员来说 其实都有好处 毕竟年轻球员 其实就是缺乏历练 也缺乏更多的登场机会 她们需要通过这种大赛 来打出自己的信心